但你没有放弃寻找 其实听你今天开始的讲述 你也是找到了自己的 那个原来成长的地方 是的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因为我2012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找家了 当时已经采血入库 也有公益平台在帮我 有一天我突然就是 刷小视频的时候 我刷到了一条寻亲视频 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上面可以寻亲 然后我就 开始求助很多人帮我 扩散我这个寻亲的信息 发的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后来就是我把那个视频 发出来之后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 我把我们附近的人都屏蔽了 然后我不知道 怎么就一下被转出去了 一夜之间就是 好像全国各地都知道了 真的很多平台帮我转发 还有网友们的转发 4月2号早上9点多 发布的视频 我找到家是4月3号 晚上8点半 一天的时间都找着了 是的 我真的是感叹我们 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媒体平台 对非常感谢我们国家 支持这些 要不然我找家也不会这么快 后来妹妹就是看到 我视频之后 很多信息都对得上 她就在下面评论 评论之后 很多好心的网友看到了 全部就说 一定要帮她点赞 把她那条视频顶上来 她评论的那条顶上来 然后被我们家隔壁 隔壁村的一个邻居 她看到了 然后就想办法 要到了我的手机号 通过这手机号 加上我的微信 我们联系上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真的是 其实过往寻亲的经历 是很伤心的 真的很心疼你 但是这么迅速的能找到家人 又觉得很为你感到幸运 为你开心 我也很意外 因为我还录了一条视频 都没有来得及发 就已经找着了 对已经找着了 我还录了一条 就是我们家隔壁的小男孩 那个腿残疾嘛 我说 你要是看到我视频了 给我爸爸说一声 那爸爸妈妈 今天就找到了是吗 对对 然后 都走了 你说父母已经 没有见到他们 是的 那当时找到的亲人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tnessed the children的眼睛 明ia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毒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up iiiCo 就没有能够见到爸爸妈妈妈 Rachel 就没有能够见到爸爸妈妈妈